字幕提供 嗨 我是马鲁号 乐高是大家熟悉的玩具 那大家一般的拿到乐高的话 都是以堆疊的方式去做一個立體的作品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是利用熱高的零件 利用它一些多面體的特性 還有它的反射光線 然後去找出它最佳的角度 還有它最佳的位置 然後呈現這一幅字件文化 讓它有一些像鑽石般的效果 這樣冰冰的感覺 那你不管每個角度看 它都有不一樣的效果 大概是全開的尺寸 那那時候就想說要做一幅更長更大的 然後在挑選過程中就看到了最後的晚餐 利用一些隱藏很多小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最後就決定做了這幅畫 從去年年初開始準備 大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用到兩萬多顆的熱高零件 之前做的其他不像是 摩娜莉莎還有舊士族的時候 那那時候剛好遇到一位 熱高大士雙K 然後他就給我很多鼓勵 跟創作的零件 因為特大的地方應該是 你要從那上千萬種熱高零件裡面 然後挑選出一個最適合你現在要做的造型 然後庫呢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呢 像是他的鬍子 那這邊是利用那個鳥的翅膀 呈現出一個有層次感 有線型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桌面上他們擺放的麵包 還有耶穌的捲法 那都是利用熱高的雞腿去做呈現 那因為捲法他就是會有一圈圈的圈圈的地方 那麵包呢它是一個膨脹的物體 所以覺得說用雞腿來做是蠻適合的 那像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像是耶穌他的山羊窟 那這是利用獨角仙的那個觸角去做呈現的 那目前這幅畫呢 是展出於在宜蘭的畫框服務館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宜蘭周中的話 可以過來去看看 文字幕仔鑿 arch TIFF 烈龍 lij正快 更健康 是